我的名字叫藤虎 靠塑及抹香精的粪便 指望赚到大钱 赏金猎人就是我 这粉真不错啊 棒极了 抹香精的粪便能够换很多钱 我猜你们应该不知道吧 其实这货的排泄物是超级贵重品 被人称为飘在海上的金子 是特别了不起的宝贝 你们知道龙前香这种香料吗 因为浓郁的香味 它又被称为香料之王 是一种超高级的香料 其实抹香精的粪便 就是这种香料的原材料 质量上乘的龙前香 一克能卖到接近150元 以前曾经有10千克的龙前香 被以150万的价格交易成功 粉能卖到数百万元 实在是太有搞头了 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 寻找龙前香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搜几被排泄在海里 然后偶然飘上岸的龙前香 海边是真的有这样的宝贝 在中国的厦门 海南 还有广西等地都有被捡到 龙前香本身是抹香精排泄出来的 结石和胆石 外形和普通的石头很难区分开 这 这是普通的石头吧 这个 也不是 特征是重量非常轻 但是想要找到还是难如登天 因为龙前香是一种香料 有着独特的香味 所以建议找的时候 带上狗狗一起去 好嘞旺财 知道龙前香在哪吗 利用它很轻的性质 终点搜索有垃圾漂浮的地方 会更容易找到 嗯 旺财 莫非是龙前香吗 龙前香有可能混在塑料板里飘着 我找到的是一块光滑的像洁净一样的石头 一眼看上去好像只是很普通的石头 嗯 这 有香味哦 区别于石头的龙前香要用到加热法 用火加热过的导线轻轻接触 融化了 香味变得更浓郁了 虽然外观像石头 龙前香其实是抹香精体内 发酵产生的脂肪块 如果用高温去烤的话 脂肪就会渐渐融化 我拜托人进行鉴定之后 发现它果然是龙前香 虽然只有300克 量并不多 但是价格 4 4万元 我卖了 谁能想到 在海边能捡到价值4万块的宝贝 太棒了 所以我们这些找大便 找龙前香的人才有搞头啊 但是在中国 龙前香其实很难找到 在海外 龙前香又被称为灰虎泊 而专门搜寻它的专业人士 被称为灰虎泊猎人 在海外 有数百人以此为生 是一个很成熟的项目 在新西兰 甚至有同行的竞争对手 在海岸边划分界限 说到底 为什么抹香精的排泄物 会被炒到这么高的交易价格呢 它的理由和历史 其实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 从古罗马时代开始 龙前香就作为高级香料 广为人质 科里奥佩特拉大人 这是上贡的龙前香 这香味真是棒极了 不光是欧洲 它在中国和日本都被用作香料 历史上 龙前香一直作为最高级的香料 被不断交易 直到现在 依然已和黄金相同的价格被交易着 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 甚至曾经达到黄金的八倍价格 不愧是漂浮在海上的金块 然而 因为抹香精身上不但能取到龙前香 还能获取精油 把抹香精抓起来 直接从肚里全部掏出来 不仅能搞到精油 还顺带弄到龙前香 这是一十二鸟 所以 抹香精遭到人们的过度捕杀 数量一度锐减 为了防止这类事态 现在 补精遭到了禁止 龙前香是在抹香精的体内被产生的 作为抹香精的主要食物的章鱼 和鱿鱼的坚硬的牙齿 因为无法被消化 而残留在体内 被消化液硬化成结石 然后 从肛门被排出去 就成为了龙前香 因为古人们并不理解 其原理 这不可思议的香料 和任何别的石头或宝石都不一样 说明它一定是龙的口水 凝结而成的 龙前香的名字的由来 就是因为在中国被如此称呼 虽然本质上只是粪便而已了 龙前香也被运用到了 世界上特别有名的香水成分中 睡觉的时候用的香水 那当然是香奈儿的五号咯 玛丽莲梦露偏爱的一款香水里面 据说也含有龙前香的成分 直到现在 仍作为世界上卖的最多的一款香水 广为人知 根据龙前香的酸化过程 形状 大小 以至于颜色都各不相同 至今为止发现的龙前香的记录中 尺寸最大的龙前香 足足有450公斤 一块就相当于6000万人民币 这么名贵的龙前香 如果不了解的话 只会以为是一般的石头 说不定大家其实 玩沙滩排球呗 好开心 曾经无意中错过了 价值数十万的龙前香 也说不定哦 多亏了补经的禁令 现在抹香经的个数开始恢复 今天你要给我好好干啊 王财 我们一起发大财哦 发现龙前香的可能性 也有所上升 可谓发财良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在人类瑕疵大学 今后会不断继续研究 人类的问题与 bugs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其他视频也敬请观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